哈雷路亚 感谢主 因为话语是属于你的 让我们的口中都充满着你的话语 通过你自己生命的活水 来充满我们的生命 滋润我们的生命 也成为我们里面的养分 因着你的观看 因着你的浇灌 我们可以成长 改变我们的生命 也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自己的样式 帮助讲的 帮助听的 让你的名被告举 让你陀佛的活水话语 更清楚明白的 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帮助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们的主耶稣 阿玛西亚的生命 Amen 挺有意思的 每次我们两个 讲一点小故事 为什么会我们两个来分享陀佛呢 我很感动 雅辉老师有一次走过来 KK长老 我有好多活水 已经逼了很久 我需要分享 不是啦 就是说他领受的态度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领受的 所以我们也会有下午的时间一起分享 我相信 在当中的 在网络上的 我们会领受 不然当时读 听 我们必须要有机会去分享 所以我相信通过节奏的 陀佛分享 每一个人都可以 因为他从神里边的领受 并且通过 各种方式的全讲 我相信 真的是会招呼很多的人 好 那今天的开始 雅辉老师 你先来开始吧 好 感谢主 对 能分享陀佛 我觉得真的很 很开心 因为看到 其他的弟兄姐妹 也非常积极在 领受 在学习陀佛 我觉得也 作为 我们一直在听的 听众也好 有时候 自己去预备的话 那个得着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扎实 很兴奋了 有兴奋 好 终于明白了 阿们 好 我们这周陀佛拉的 是 《创世纪》32章 第二节 至36章的43节 它的名字是 他打发 那个西伯来的文的 那个名字叫 瓦伊什拉 瓦伊什拉 首先 这个他打发是指 雅各 他打发他的仆人 要往西尔地区 去找他哥哥伊嫂 要给他哥哥一个汇报 一个说我回来了 然后 我们选了 特别选了这个 很有意思的图片 是 我们在一些电影 或者一些那个 图片里面会看到 就是有那种 很宽的河 然后 那个地方没有桥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做法是 他们会 拴一根 这个绳子 然后从这岸到那岸 然后这个人就会 把自己 有一个可能 一个钩子 拴在这个绳子上 然后沿着这个绳子 然后从 过这个河 所以这个河 看似是成为一个 你过去的一个阻碍 一个困境 但是正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绳子 你靠着它 你抓住它 你可以度过这个困境 所以我们的这个 副标题这次也是 抓住应许 突破困境 好 我们 等一下 再回来这个图里边 对 我们在深刻里边 去领受里边 一些限制性的 一些意识 好 对不对 今天电脑有点慢 按一下 它可能等 几秒有点反应 好 对 是 谢谢 首先看这个 Wa Isla 这个名字 就它打发 它的 西伯来文里面 它的词源 是叫Salah Salah 然后它有 那个去 打发出去 然后让一个东西 去让它走吧 然后 还有一种是 释放 让一个人 让一个东西 得到一个自由 把它给释放出去 那这个词 同样的意思 在出埃及记的 第四章二十三节 有这样一段话 耶和华吩咐摩西 说你要去建法了 他吩咐摩西说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 容我的儿子去 好 侍奉我 你还是不肯容他去 看了 我要杀你的长子 所以这个地方 有写到 容我的儿子去 还是容他去 这个意思 也就是 有那个释放 那个意思 在里面 所以它不仅仅有那个 它打发 出去 它也有那个释放 从一个困境里面 抛脱出来 所以 为了大家方便理解 就是这里有个小的图 就是好像一个小人 他掉在一个深坑里面 然后他被 他获救了 他从这个坑里面出来了 像一种 从困境里面去释放 被释放出来 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个是听导告 一导告就好了 可以的 好 然后 之前是脱离 困境 被释放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词 这个意思 也同样的 在这座陀拉里面 从雅各的三件事情 当中 也能够彰显出来 所以下面 我们举三个 事情 雅各经历的三个事件 然后来看 雅各是怎样去 突破困境 那第一个事件 就是要稍微 追溯下上周的 内容 就是雅各 他脱离拉班的 那个事情 那个故事 首先这个 创世纪 第31章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 把它再去捋一遍 就是创世纪 31章 38 41节那里 雅各他 我们知道雅各他 尽力服侍 拉班20年 但是拉班 他改了 雅各的工价 十次 后来 雅各他就见 拉班的气色 他不像从前了 这是当时 雅各 还没有离开 拉班之前 他所处的一个环境 他的一个困境 然后 神就对雅各说 在创世纪 31章 第三节 中间这个地方 他说 你要回你祖 你父之地 到你亲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所以正是因为 有这句话 然后 雅各就起来 然后告诉他的 妻子 然后 还有他们的儿子 一同 都骑上骆驼 带着他在 巴旦亚兰 所得的一切 生殊和财物 就往迦南地 他父亲 以萨那里去了 然后途中 我们又 我们知道 又经过 那个拉班 来追赶他 然后 拉班的 晚上睡觉 神还对他说话 不要对雅各 说好说歹 那 他见到 拉班又见到 雅各之后 作为最后的结局 那他们就双方 彼此立约 就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十一节 那个地方说 拉班说 你看 我在你 我中间所立 这些石堆和柱子 他立这些石头和柱子 作为证据 然后做你我之间的证据 我不去到石堆那边 去害你 你也不可跨过 这个石堆来害我 所以最后 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 就是拉班清早起来 与他的外孙和女儿亲嘴 给他们祝福 回到自己的地区了 所以雅各 就这样非常 和平的 非常一种圆满的结局 和那个逃脱的拉班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事件 然后 第二件事 就是本周 托拉雅各和姨嫂 和好这件事情 因为故事本身 我们也比较熟 我们就 大概快速过一遍 就在创世纪 三十二章第三节的时候 说 雅各已经从 已经起行 从拉班那里出来 然后他 在途中的时候 雅各打发人 到西尔去见以扫 然后他的仆人 回来的时候 告诉雅各说 你的哥哥带了 四百个人 来见你 所以雅各 那个时候 就甚惧怕 而且愁返 这是第三十二章 六到八节 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甚惧怕 而且愁返 所以他就突然间 他就马上 有一个反应 就是说 我要 把这个人口 和羊群 牛群 骆驼 飞成两对 如果以扫 杀了这一对 还有另外一对 可以逃避 所以他第一反应 是怎么能够 减少损失 能够让这些 以扫来寄杀的时候 不至于全部的 被杀 对遭害 然后雅各就转眼 就马上地 就祷告 像神 像神说 耶和华 我祖 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 以撒的神 他把 你曾经对我说 回到你本地 本族去 我要后待你 你向你仆人 所示的一切慈爱 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的 等等等等 最后说 你曾说 我必定后待你 使你的后裔 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 所以他又把神 对他的那个应许 拿出来 然后祷告 这是到第二部分 然后最后 作为这个结局呢 当然他中间 祷告之后 他就开始 按照自己的方法 他准备了很多 他思考了很多 然后比如 准备了很多礼物 把人和羊群分开 然后又打发自己妻子 女儿 孩子 儿子都先过河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 然后见到 姨嫂之后 又先 俯伏在地 七次 向她跪拜 然后 作为最后的结局 姨嫂跑过来迎接她 将她抱住 又搂住她的镜像 与她亲嘴 两个人就 就都哭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这画面 也是挺美的 两个人 就是抱在那一起 一个两个兄弟 就这样的 就二十年 对 这样的一个 就和好了 一个特别 我觉得特别美的 一个画面 然后第三个事件 就是在 雅各的女儿 底拿 被事件 那个侮辱了之后 雅各的两个孩子 西缅和立位 就把整个城 的男丁都杀掉了 那个之后呢 雅各就非常的 创世纪 第34章30节 那里说 雅各就非常丑烦 非常的害怕 然后他 因为他担心 他的全家 会被周围的 那个成义的人 被杀灭 所以他非常的 又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丑烦 然后 之后呢 神又对雅各说 起来 上伯特利去 住在那里 要在那里 住一座坛给神 就是你逃避 你哥哥 遗扫的时候 向你显现的那位 所以这个 是 紧接着 话锋一转 神就对雅各说话 让他再起行 到伯特利去 那这个时候 他是在 事件的 东边一点 安一个棚子 所以事件在 刚刚过了 耶旦河 在加利利和 四海的中间 那个位置 然后所以他 再往南去 再往耶路撒冷 往以撒的 西伯伦那边去 神让他再往南边 去靠近 去接到 那个到 伯特利那里 住在那里 再接近他的 以撒 他附近那个地方 所以 他就起行 神使那周围 诚意的人 都慎经聚 就不追赶 雅各的重子了 所以35章 第五节的地方 反而 他周围的诚意的人 反而害怕 不敢追赶 雅各的孩子 所以这是 作为这个事件的 最后的结局 OK 我们把这三个事件 一起放在一块 去对比看的话 他们都有 共同的特点 当时 雅各都面临一个困境 然后在那困境里边 他有一个应许 他抓住那个应许 神给他说话 或者他祷告 把之前神给他的应许 再次拿出来 向神 哭求 然后 作为最后的结局 都有一个突破 都有一个 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 雅各从那困境里面 逃脱出来 然后 作为这个应许 都是同一个应许 就是雅各 对雅各说 你要回你族 你父之地 到你亲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 你回到你父那里去 我一定与你同在 这是神承诺的 答应他的 所以这三个事件 所以这三个事件 都在这样一个 同样的应许的情况下 雅各唠叨抓住 所以每一个事件 就好像是一个提升 他不仅从那个困境里面 成功地逃脱出来 并且进入到下一个 再下一个 所以就像是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好像是你的 就好像雅各的手机 突然间又连上那个 无线网一样 他抓住那个应许 又回到神的那个 对他的那个承诺 从那个困境当中 再次逃脱出来 所以这是这三个事件的 一个共通的特点 对 关于 所以关于这三个事件 我知道 你国家长老也有 其他的一些 很重要的一个领受 没有 因为你的承接上下 太有启发性了 我看到他弄这些材料 我就觉得 伏伏在地那种感觉 他把那些东西都梳理得 那么一个表 一个表的 一个站嘴的那个 我说我做不出来 我自己梳理不到那么清楚 但感谢主 就是把雅各 他经历过那么多的困境 真的很多 很不容易 二十年 或是说更长的时间 但是他就是 跟他名字也有点关系 他就是有一个 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 启示录也告诉我们 你不要做一个 不冷不热的人 你不冷不热 被吐出去的 你喝了那些水 不冷不热 你就觉得不舒服 但雅各是一个 很有感情 很有 他不做一个 不冷不热的人 虽然是什么 他也要 他也要 他需要 那我觉得这个人 就让我觉得 非常的 学习 就是 不论他遇到什么的困境 一二三的事情 可能更多 他最后 他也是抓住 神给他的一句话 他会把我带回去的 他会平平安安带我回去的 他要我在这个地里面 继续生活的 那我怎么会死呢 虽然我要分两队 他可能各种原因 神给他一个意念 见到两个军队等等 或许 他心里面有很多挣扎 但最终 你看到 这个节奏的头 他最终还是抓住神不放 他抓住神不放 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很特别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怎么了 哥哥先出来了 他也跟着出来 他是拉着他 那个哥哥的脚跟出来 所以他的名字 亚克 亚克 亚哥 亚克 是有很多意思 有脚跟的意思 有抓住脚跟的意思 我还有一个领受是 他是一个脚中的意思 他的脚中是何等的美 虽然是度过很不容易的时刻 但是我从他的脚中的生命里边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 他抓住过去可能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他想要长子 我要做长子 或者说我要得到爸爸的一个最好的祝福 长子的祝福 他用什么方式他都想要 这是可能是他一个很可慕的一个心 当你一个连可慕的心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不要说什么了 但是我真的佩服他 他过去是用这一种方式 但是到现在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 他最后是抓住神 他抓住神 不放到一个地步 跟他有一个摔跤的那种经历 我不给你走 你不给我祝福 我不给你走 天都亮了 那个天使急了 神都急了 天亮了 我不知道他急什么 或许对面按着你的孩子 你的气在教你 等着你过去 你还不停 你怎么也好 他就是一个 你得不到神的一个 最后最关键的时候 还是需要你的哪一种心情 不放人 不放神 不放神 我觉得这一次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受 其实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点点 就是 过去 你记得吗 就是为什么他要逃离 他最舒服的 安诺窝 他的家是因为 就是 就是骗了他哥哥 骗了一个祝福 不是骗了他哥哥 他骗了一个祝福回来 那这件事情 你要好好 把这两件事连在 杰州的陀拉去看的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看一看那个 小头影片吧 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的 二十七章 二十九节 就是他爸爸以撒 给他的祝福 就是他无惠 他是以撒的时候 给他的一个祝福 他说 愿多名 侍奉你 度国 跪拜你 愿你做你弟兄的主 你母亲的儿子 向你跪拜 哇 他得着 哇 他多好 但是你发现 对比杰州的陀拉里边 你看到他怎么样呢 创世纪三十三章 第三节开始 这样说 他自己 就 他家人之前 他先冲过去 一年次次 伏伏在地 就近他哥哥 那个时候 他腿已经走得不好了 但是他还是 一次又一次 伏伏在地 就近他哥哥 跪拜他的人 可能是他自己 不是他哥哥呢 不断他在说 雅各说 这些孩子 是神 施恩 给你的仆人 这个仆人是他自己 雅各 他幸福他自己是仆人 你是我的主 他派仆人去 见以少的时候 你说 跟我主说 跟我主说 你的仆人要回来了 然后他的 两个妻子 孩子 丽雅跟 娜姐 也一个一个 撒拜 他的孩子 一个一个撒拜 我看到这个光景 我就觉得 挺风刺的 虽然你 用各种的方式 拿到 爸爸也好 人给你的祝福 但最后 你不一定 是成为这样的样子 这个祝福 必须要从神而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 其中一个 很让我扎心的地方 就是 所以你得着了 或许是从人来的 或许是从你自己 心里边有一些 不好的意义 我要得着 但是最终 神要不要给你成就呢 你看到最终结果 他反而是 伏伏在地 他已经伏伏在地 有各种原因 可能他真的是 你觉得 他是害怕他哥哥吗 当他真神 已经摔跤到一个地步 他已经很确定 我可以很平安 见到我哥哥 但是他会交给主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谦卑到一个地步 过去我做的太多的事情 可能让他哥哥 已经不能原谅他 他太亏欠他哥哥 不论他哥哥 现在是怎么样 他还是想念到 他过去可能对他很多的 他最神的一些 不敬畏神的一些心态 所以经历下来 他已经伏伏在地 他五体投地 也是在神的面前 他已经心意 完全地更新变化 他不再像以前的 哪个雅各 他完全跟神对齐了 他可以用一个新的心态 去面对他哥哥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他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因为他遇见神 他抓住神 神也让他改变了 他的名字 也已经在改变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 耶稣罗他自己也说了 耶稣罗他自己说 在亚太福音 里边二十章 二十五节 大家都很熟悉 随愿为首的 随愿为首 你就要怎么做呢 你要做你们的 就做你们的仆人 因为他跟他的门徒 在随愿为大的 那个事情上面 你说随愿为大 你就先要做众人的仆人 雅各 他到一个地步已经 他真的在灵里边 已经 不断地 不断地给神 在更新 在提升 他到一个地步 我已经不是要做长子 我不是要那个 我要神而来的 一切的 他给我的 他已经充足了 当他遇到 他哥哥 以小的时候 哥哥问他 这些羊群 牛群 是什么意思 我也要很多了 你不用给我 我说我已经足够了 英文是 plenty 以小说 我好多 你这个 我其实不需要 但是雅各 再相地请求 他你要吧 你要吧 因为神给我的 他完全充足 雅各是用一个 enough 我很足够 虽然我觉得 他派了很多 很多的礼物 看来是一部分 我的领受是 他把他大部分 都给他哥哥了 他没有 他留下一点 就是他觉得 神给他 已经足够的分量 其他的我不只是 多出来的 我就给你 哥哥给你 给你 我其实有一部分 神在我里面 完全充足 完全足够 所以他经历过 多少年的 不同的经历 刚才一件一件的事件 他照住神 他觉得在神里边 在他以外 好处不在神的以外了 他完全地满足 在神的里边 所以看到 刚才说的 耶稣 他自己说 你要真的成为 一个手 你在家庭 成为一个 一个leader 一个首领 其实你 还有很多责任 你是真的 好像一个 仆人的身份 有时候 看到很多 神的教会 也好 牧者 都好像真的 成为一个 仆人的样式 仆人的样式 一直有很多 因为他在 主的面前 他成为一个 好像主的仆人 但有时候 我觉得很多信徒 真的好像 把哪句话 拿到自己身上 我是主 你是仆人 把牧者 都当成 他的仆人一样 你帮我祷告 你要看我 你要打电话给我 等等等等 很多 我觉得有时候 过了很多要求 在我心目中 一个牧者 他是一个 属灵的领寿 他不是你的 卢仆 他只是在 神面前的 一个卢仆 盼望 我们真的 好好看清楚 耶稣和 他的心意 什么仆人 什么是一个 领寿 他心里面 愿意 为着神的缘故 来付出 不代表 你自己 可以很多 牧力的要求 所以我喜欢 大家别再 把牧者 当成你的 工具 你想怎么 呼天欢愉的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对他多多的要求 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 有时候 不成熟的人 会有这种 心态 心情 但是我们已经 好像雅各一样 已经过来了 我们成为 以色列的时候 你的名字要变化 你的 你的思考方式 你做事的方式 要变化 我比较喜欢 不是亲户 牧师 牧者 我喜欢亲户 我的属灵领寿 他还属灵上面 他有一个 完全的领导的能力 会给我很多意见 不是你给他意见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只是有时候 看到一些情况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节奏的 头篮里面 慢慢去嘴角 看到 普恩的意思 是什么的意思 就好像雅各 他不是真的比你弱 他是在神面前 我愿意 赏福在神的面前而已 雅各就不要 不是雅各 以色列不要 好像得穿尊尊策 的哪一种 欺负别人 不要这样 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感谢主 撒来 对 节奏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意思 就是雅各的名字 从此就叫以色列 当年之后 也会要提到雅各 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 也有他的意思 在当中 但是不要忘记 从那个经历里面 雅各从此就叫以色列 以色列 这是神给他 亲自己的名字 在圣经里面 从亚伯拉罕开始 也是神给他的 新的名字 以色列比较奇妙 他的爸爸是从 出生前神的预言 给他一个这个名字 但是主 感谢主 他因为跟神 帅交 跟神有一个 这样面对面的 一个 庆幸经历 其实这个 以色列有很多解释 很多意思 今天比较简单的 我想从 杰宇州的 陀兰里边的 领受的话 Sara 对不起 我的发音经常会被老师 指导 等一下下午 又会再次指导 Sara 其中这个字 里边有很多含义 但我觉得 跟雅各也很像的 他是一个 非常努力的人 他一直都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 我觉得很奇妙 他 从家里边出去 第一眼见到 他拉班的女儿 在放羊 他就 还有很多 牧羊人 他就已经 给他们一些意见 现在太阳还大 现在放一放 等等的意见 他是已经 那么年轻的一个人 他对牧羊 非常熟悉 他很有见地 神赐给他 真的是一个属灵的恩赐 各方面 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 因为得到神的祝福 应许 他就好像 一如 永 一的那种情况 他不是就 做大校园 做主人 你们做我仆人就好 不是的 他还是很努力的一个人 甚至 那些牧羊人说 我要等其他牧羊人来到 才能推开那个石头 来引到我的羊 雅各说 他那个力气就来了 我觉得是 见到他这样来 要结婚的那种 哇 他就 几块时候都 好像是几天的那种 哇 一下子就把他推开 引他的羊 他是一个很有能力 很努力的一个人 Sara 这个字 努力 坚持 坚上风 也是他一个 好像跟他睡觉的一个 跟神一起睡觉 不跟人一起睡觉也好 因为他的努力 因为他的 刚才 雅辉老师讲到 他抓住神的那个心 让他可以 赞颂风 L 一刷 L的L 就是神的意思 强大 伟大 他的神伟大 他的神强大 不是他自己而已 过去他可能 靠着自己的能力 现在 他腿都瘸了 腿都瘸了 这是一个记号给他自己 你不能再靠你自己的能力 你还踢什么 你还跑什么呢 你就跟着神好了 也跟着他后边好了 当他经历过 他知道 其实 不是从他而来 他只有靠着神 才有这个能力 所以到最后 他知道真的 他不得到神的赐福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过去走 这是雅各医生的邪教的 好像在他 这个以色列的名字里面 也有一些反应 他真的是 最后得到的就是 抓住神 抓住神不放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 就是说 抓住神的应许 你就可以突破 现在最难的难关 不论是什么的情况 或是你现在 还没遇到难关 但是你 抓住神给你的话语 你知道你怎么行 你知道你怎么去 面对你现在身边的情况 对我来说 简单分享 我抓住的也是很简单 这个是大家都有不同的 应许的话语可以领受 但我节一周的得角 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应许 圣明记三十章里面 里面提到 跟神立约的名 你要是愿意遵守神的话语 你跟祂立约以后 神的福分会追随着你 但是相反 你跟神立约 但是我不要 我还是做 我自己要做的事 我用我的方式 过去的方式 咒诅会领导你 节目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我来说 很简单 我也是抓住这件事情 里面讲到 你要听从耶和华 要谨守他陀约的话语 并且精心精心 进一去 侍奉他 你的神 往后呢 你守你所办的一切事 守你所办的一切事 包括你身所生的 出生所杀的 地图所产的 都彻彻有余 足够并且有余 就好像雅各回来 他不但是要自己足够 他还有很多可以 可以给人的 你很足够 因为很简单 你看到神给你的吩咐 我愿意遵守 我真的是 好像雅各一样 他要 他抓住 他不放 我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 我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 我面对面见到他 我们必须要有 同样怎样的经历 要不你是讲空气而已 这个神 他的神很好 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必定亲自遇见神 让你真的听从他 遵守他的话语 你生命各方面 绰绰有余 不是物质上而已 很多的祝福 我觉得是追随着你 是追随着你 那还要什么呢 还要什么呢 那感谢主 其实这个足够 跟我有很多 是两码事 当你在这里面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都是好的 不是你这个东西 哇 我很羡慕 真好 我想要 我这个也很好 不是啦 他的东西都很好 在神的眼光看东西 你就不再一样 你对你所有的一切 都很满足 你对你所有的一切 就觉得足够了 有余了 你会看到一切的眼光 都不再一样 你会很喜乐 你会在神里面喜乐 不是自我安慰 或者说什么 因为你就知道 神给我的 哇 有余 我还有几个笔 我可以给人用 哈雷路亚 等一下 亚慧老师还有很多 很丰富的内容 包括什么叫应许 在圣经里面 有太多的应许 我们抓住 哇 漫天的星星一样 就可以给你抓住 太多了 时间不够 我说 但我们还要把握时间 就把一部分 罗列让大家可以 更多的 领受到 头拉话语 圣经话语里面 给我们的应许 或许在你现在的状况里面 对你或许是 你现在需要的 你知道 等于上 那个过河的头片 刚才说得很清楚 等一下再讲 先给亚慧老师 先分享一些 对 好 谢谢 对 所以 恩赛也 张老师刚才提到 就是说在 雅各的这些事件里边 他真的也是真的抓住 神的应许 他的凡事都亨通 也真的是有一个原因 正是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 就像那个 过河的那个绳子 所以我们真的很有必要 我觉得去 在这个地方 就这一个点 就这样一个 这个词我们可以深深地去思考 那就应许这个词 那这个西伯来文的词员是 Omer 然后他的意思呢 就是有承诺 有应许 有承诺 有何事 有任何事的那种意思 然后有言语 有命令 然后 他跟这个词 同样意思的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是有这样四个地方 第一个是 那个亚萨的诗 大卫 那个诗班的班长 他的 做的诗 然后他说 第77章 说难道他的词爱 永远穷尽 他的应许 世事废弃吗 就是当然这是个反问 他的 当然神的 他的应许是 世事长存的 然后 同样在约伯纪 22章第28节 这里也有那个 Omer 说你 你定义要做何事 必然给你成就 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这那个何事 就是有任何事的意思 不管什么样的事情 必然给你成就 然后诗篇第19章2节 里面有 这日到那日 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 传出知识 就是从 没有时间的限制 永远的 神发出的这个言语 是永永远远的 神的这个知识 也是永永远远的 然后第十篇 那六十八章第十一节 主发命令 传好消息的妇女 成了大群 所以主发的这个命令 它就像 是一个箭一样 它发出去 是不会收回的 不会被中断的 然后就像那个 雨雪从天而降 它不会返回 所以神所说的那个话 所发的那个命令 它也不会突然返回 所以从这四个地方 我们去看应许那个词 欧美亚那个词 它都有一个 共通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不变的 它是坚定的 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坚定的 就像一把剑一样 这红色一样 就像一把剑一样 神的应许 非常的丰盛 极其丰盛 Amen 但这些内容可以 都是在基督里面 可以分为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他应许基督降临 就是 以赛亚还没有 道成周圣之前 他应许基督 一定会降临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跟随耶稣 跟随基督的时候 的一些教导 神的一些应许 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 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当时说的一些话 和他给门徒的一些应许 好 第一个部分 基督降临 他应许基督降临 当然我的圣经里面 有专门有一页 就是说 从耶稣道成肉身之前 对于先知 对的启示也好 对诗篇里面的一些 启示也好 来直接预言 这个基督要 是哪一位 他要降临在哪里 然后一直到后边 在那个诗图书信 或那个福音书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些应验 所以这个红字的旁边 左边是预言 右边是应验 所以这里面 大家我觉得很多 基本上都是 比较熟悉的部分 像 耶稣要在伯利恒出生 然后他有童真女所生 他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然后他被杀 然后还要复活 然后他要与财主同葬 然后为我们赎罪而戴死 等等 你做这个表 用了一生时间 很几世 很不容易 我感谢主 真的是这个事 我们现在看来就是 耶稣已经降生了 已经做成了 但是这个事 你要是幻想一下 你活在一个耶稣 还没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 你一样一伤心 有时候有一些觉得 同情女生孩子 怎么可能 你会可能怀疑 你会疑惑 但是我们已经中了 后来的人 看到这个成就的时候 你觉得神的一些话语 你会不会更加的 笃定 不要笃 确定 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虽然在一个时间点 对不起 差了话了 再来的事情 总要发生的时候 你回去看到 这些已经应验的 你会更肯定 这些事 早晚 早晚 很快就要发生了 对不起 是 就是 所以看到很多 这个红字 就代表说 他 神在给先知的 启示 先知发出这些预言 真的非常的多 他不仅是有一件 可以成就 他很多很多都可以成就 都是 都直接指向了 耶稣基督 就是这个人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真的是在 生活在 以前 那些时代 真的是要 看到这些预言的时候 我觉得会让人非常的兴奋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 在跟随基督的地方 就是说 当 耶稣 道成肉身 活活地在我们 人的中间 他选择人的样式 所以我们都 都是受洗归入的基督 然后进了 耶稣的门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说 他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而且出入得草吃 我们都是基督的羔羊 而这草就是神 赐给我们的灵粮 所以他的这些应许 他这些话语 就是供应在 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的 这些力量 比如说这里有 祷告被应援 信心 确具 安慰 等等赦免 平安 力量 明白 智慧 我觉得尤其对于 你在当下 你想要去抓什么 你需要什么 我觉得神都知道 因为他当时就 活在人的中间 他看到人所经历的 他也同样经历 所以他赐给我们这些话 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抓住 比如说 祷告被应养 如果现在 你现在正是在一个 感觉我 祷告了很多 我没有听到神 给我有任何的回应 但是在经文里面 神已经告诉我们 说约翰一书 第五章十四节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所以前提是 我们按照他的旨意 求的话 他一定就听我们 为什么耶稣教导门徒说 你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所以 你觉得神 没有听到你的祷告 但是已经有经文 告诉我们说 他会听 叫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求 然后 如果你现在觉得 信心上 有些软弱 这里有信心的 有没有 这里有信心的确据的经文 作为我们的基础 比如提摩太后书 一章九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 对 我读给大家听 慢慢翻 12节 就是我从第九节开始读吧 神救了我们 以圣招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明白出来 他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不能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 保罗为这福音做 奉派传道的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但是他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 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保罗 他也在等那日 他也在世上经历 一些苦难 一些苦难大过我们的 但是他更加确信 说 他相信他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 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 我的全部的生命 我的一切都付上了 我相信这值得 因为 我相信他 因为我相信的那位 是基督 他是永生 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直到那日 这是 这是信心的确据 Amen 然后 喜乐 喜乐 谁不喜乐 都喜乐 谁有喜乐 但是先预备一下吧 有喜乐的时候 想起他 对 所以约翰福音 第15章 从第9节到11节 耶稣说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耶稣说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 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耶稣明明确确地 告诉我们说 我爱你们 耶稣爱我们 正像父爱他一样 我觉得在 如果在当下 我觉得你 如果你在一个 想要 得到喜乐的一个 渴求的当中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 可以给你这样的喜乐 除非 你 你抓住神的话 在神的爱里面 才能找回这样的喜乐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满足 你的心里面 最深层次的 你的一个渴求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很有力量 因为有经文 这样明明确确 白纸黑字地说 耶稣说 我爱你们 我觉得这个很 能给人带来喜乐 我很相信 他一定会给你 带来喜乐 尤其在 你在困境当中 就在深坑当中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一句话 我觉得已经 非常的有力量 当然还有力量 前书第五章第八节 到十一节 也说到 勿要谨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现状当中 然后你们要用 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我们不是孤独的 我们不是一个人 和众弟兄 都是这样 在同受 这样的一些 同样的遭遇 那次住班恩典的 神 曾在基督里 召我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 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所以这也是 明明确确的 他赐给我们力量 可以战胜 这个世界 战胜这个环境 然后 第三个部分 就会说到 基督再来 这里有 当然有生命冠冕的应许 有对永生的应许 在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但有一节 对于天国的应许 约翰福音十四章 一到三节 我觉得这里 也很触动我 所以我单独把这个 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 好 就是这个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对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 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我觉得这个 非常的明白 任何人 你不管 你在什么环境 看这些话 你都知道 耶稣说得非常的清楚 没有用任何的比喻 没有用任何的猜测 白纸黑字 明明确确的 就告诉你说 我一定会再回来 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一定再回来 就像是他 和那个妻子 对吧 要去来迎娶她的时候那样 我一定会来迎娶你的 约定 对 约定 然后最后 所以刚才所说的 一切的应许 神有极大的应许 然后并且极其的丰盛 他极大的应许 在彼得后书 一章四节里面说 我将又宝 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就是救主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叫我们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与神的性情有分 而神的应许 又极其的丰盛 耶稣说 盗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 杀害毁坏 然后我来 是要养 得到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 所以一切应许 都在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要 当然学习基督 像这里有一个 鼓励大家有一个视角 就是 我们学基督样式 我们学什么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 耶稣的视角 我觉得值得我们关注 就是 他是神 起初 神创造天地 他就在那个地方 但他选择了 他是神 所以他是可以 有一个视角 他可以俯瞰 要俯瞰 这个地球 整个宇宙 整个他所创造的 他俯瞰我们 每个人 在地上 跑来跑去 忙忙碌碌的 他俯瞰我们 所做的一切 俯瞰 包括现在 我们也住在这里 但同时 他选择人的样式 他倒成了肉身 活活地住在 人的中间 通常他有人的视角 他看 你和我 他可以平时 这样去看 他看到了 你的艰难 他看到了 你的喜乐 他同样去经历 他同样去感受 他知道这些 所以在幕后的时候 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 说当审判的时候 有一个白色大宝座 坐在上面的 那位就是基督 那位是耶稣 我坐上不行 国家坐上不行 其他任何人坐上都不行 因为我没有经历 你的苦难 我不知道 我没办法评判你 你也没办法评判我 但是当高扬 当基督坐在宝座上 在审判的时候 下面哑口无言 每个人都必须 扶在他下面 因为他知道每个人 他知道每个心里面 所想的 所以他至高的 至一 所以我们学这样的一个 耶稣的样式 从这样一个视角 他的视角来看 我们就会有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在一些 就像雅各也好 我们会遇到一些 非常具体一些事情 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 而有一个能力 有一个视角 突然间就会把自己给带起来 抓住那个宏大的 像洪水一样的一个应许 抓住他 就是一个神的一个视角 看我当下遇到了这件事 就可以逾越出来 然后当我在神的应许当中 这样的一个流水当中 一个宏观视角的时候 我又可以回到我的当下 去看我现在这样的选择 到底合不合适 到底对不对 我怎么去用智慧 去明辨是非等等 所以我的这样的一个 人的视角和神的视角 不断地去切换 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抓住神的一个应许 然后在地上 获出他的一个样式 好大的一个人啊 有小人跟大人 对 那个是 比如说 对一个神的应许 它是一个 就像一把剑一样 它从起初射出来 它不会突然返回 它不会中断 它坚定地 一直到末后 偶蔑 对 偶蔑 然后我们的一个一个的 神的儿女 就好像一个小人一样在下面 但是基督 他比我们大 他是神又是人 他是神的意思是 他知道 他是在这个应许当中 他一些应许都在他的里面 我们只有靠着他 学他的样式 成为他 我们去连接这样的一个应许 那同时我们再去 过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都看到有一些意境在里边的 在 老汇老师 里边的每个图 都好像特别有一些 特别的意识在里边 感谢主 真的是 因为我们节奏的一个 比较深的领受 是抓住神的一些话 祂的告诉我们 在那要成就的事 或者在你生命要成就的事 你必然可以在你现在的环境 不论是一个困境也好 或者是一个什么的状况也好 你会可以得胜 因为我们今天 刚才詹明也说了 因为争战属于他的 或许是好像争战的一个状况 因为 就是睡着 不是他赢 就是你在心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状况里边 你是用你自己的力 还是说你是抓住神给你的一个话 来跟你现在的状况去对视呢 所以 回来我们最后 一个刚才的 讲到这个 这个关键就是 我们必须要 领受从神而来的 给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语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你必定会 跨越 就好像 结一周的头 你看到雅各 他要过那个 在雅伯渡口那边 他把他的亲人 孩子 他的其他一切都要送过去 我的领受就好像是 这个场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很奇妙 他是在一个 天黑的时候 在做这件事情 我怎么想 你怎么看见 很危险啊 你怎么不在白天的时候呢 但我不知道 或许他已经紧迫到这个时候 我神给他 你现在就要去了 我等不及了 或许怎么样也好 你在过这个河 你可以拉着一个绳子在过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 他在抓住神给他这个宝贵的话 我过去是没事的 我可以安全地度过的 其实同样 过去也一样 虽然前头是 我的哥哥该失败的 他的装钉 要跟随他过来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抓住你 我知道你会 这会是什么事情 你会保护我 你会承接 成就 你在我们生命里边 要成就的事 我看到这个图 我在怀疑 他脚下面是什么东西 我当初可能想 可能是一个佛版 甚至没有东西 他信心到有地步 他抓住神的话语 他好像行在水面上 就是单单因为他伤心 因为他觉得 神在他前头 神在他的生命的里边 他可以勇敢地过去 他可以先把孩子 他们送过去 到最后 他跟神最后的一个 帅教 他知道他完全 在神面前顺服 我知道你可以 虽然我不肯定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但是我只可以抓住你 我只可以抓住你 我曾经过去 学习一个课程 就是游泳的课程 老实说 你知道吗 有人比如说 在水里边或许有意外 抽筋什么情况 他要救命 救啊 救我 他说你要小心 你不要太急地去冲过去 虽然你想帮忙 你当然想帮忙 可能你认识的人 和你亲缘 但你过去的话 对方呢 他现在在一个很紧张的时候 他会什么都抓的 他会可能把你抓住 然后把你一起拉下去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打晕他 让他浮起来 最好不要给他打晕 那个老师说 你最好是找一些 可以浮的东西 比如说游泳机也好 船也好 就放一个可以浮的 木头也好 水泡 游泳圈 游泳圈也好 就是你要丢个东西给他 让他可以抓住 然后他就可以安定下来 沿过去的话 他可能把你也抓住 你要给他一个东西 让他可以抓住 我听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很震撼 当然我没有遇过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边 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里边 或许都有一个 这样的状况遇到 他在一个随身活跃的里边 我的工作 我的可以做的 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式 有的可能陪伴他 有的可以为他祷告 但我觉得有时候 你就是丢给他一个神的话语 不是丢给他一个神 丢给他一句神的话语 你领受的一个应许也好 可能今天你得着的也好 或许他就是因为 可以抓住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自己再一次 否则来了 他不紧张 因为有的时候 你做那个状况 他一紧张 他就会 更不知道怎么做了 做一个状况里边 但是你必须要帮助他 有神的话语 安慰他 鼓励他 让他在这个最危险的 幻境里边 他可以再一次得到安稳 他可以再一次 放心 他可以再一次 活起来 重新被建立起来 所以盼望 我们每一个人也好 有时候可能我也会有缘弱 我也有需要 让别人去给我一个神的话语 去鼓励的时候 你也有 我们互相之间 都要有很多 这样刚才很多的 罗列出来的 神的宝贵的话语 都要成为我们旅边的一个水泡 水场 游泳圈 可以 随时可以放出来 去救援 去帮助人 因为我们确实就是说 这个渡河 我觉得就是一个 可能是给我们看见 我们抓住这个神 我们抓住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安稳度过 我们可以过到对面 平安 在你的里边 感谢主 或许我们今天 分享到解你 有什么补充吗 感谢主 好 那 不论你现在有没有困境 或许不但是困境 你要突破你自己 我觉得困境 可能只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你必须要跟你过去的 你已经不在一样 你还是在跟十年前 二十年前一样的话 那 神没有在你里边做工作 还不够真的敬畏神 还不够 你真的在好像雅各一样 他的名字真的有一个改变 他跟神 跟人照例 他真的得胜吗 神得胜 但是神帮助他得胜 感谢主 哈利路亚 然后我们一起 做个祷告 我来 你来 亲爱爸父 我们满心欢喜赞美你 因为 正将属于你 正将属于你 不论是什么的环境 我们遇到顺境 意境 过河的环境 在一个深河的场合 深谷的当中也好 但是我们必然看到希望 因为你话语里面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希望 我们紧紧抓住你 我们紧紧抓住你 就好像雅各 他遇到这个情况 他抓住你不放 你必定会帮助 你必定会 根据你 话语的应许 命令 成就 你的话语 不会改变 Omer Omer 应许 就好像一件 这样一样 卸出去 主啊 你的话语 尽重拔心 没有落空 没有落空 我们等着看到 你再来的日子 我们看到你 过去的应许 一件一件的成就 主啊 让我们真的抱着 满心的盼望 兴奋 因为主啊 求敌虽然在一时之间 会用各种的方式 好像他在做什么的事 但主啊 最后 你还是刚才那个巨人一样 在我们里面 你是巨大的 你才是哪个巨人 我们要成为 你一样的 一个信心的巨人 帮助我们 好像搭着信心 来渡过任何的河 在行在水面上的时候 主啊 我们相信 你会帮助 你会成就 谢谢你 哈利路亚 帮助我们 每一个 在信心道路上面 行走的 跟随你的找中心 跟随你的找中心 在你的宝贵应许当中 我们会得到平安 我们会得到 丰富 确确确有余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哈利路亚 奉我们的主耶稣 哈马逊亚的声明祷告 阿们